我有劳各位,慧眼识珠,仔细观察这两段话,看看有什么比较大的出入没有 大家好啊,这一期我们接着讲毛文龙 之前已经做过了一期,在前八分钟我还能看到一些原重幻支持者的弹幕 直到我把李光涛篡改史料的证据放上来,原粉在那个视频当中就绝技了 其实挺遗憾的 那么这一期我们继续,先回答标题 毛文龙与原重幻这段公案争论不休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因为现在很多最基本的史实都无法扩清 包括学术界,学术界也没有搞清楚很多东西 而且是有人在故意混淆是非,篡改史料 我还是以史学前辈李光涛的《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为例 我先补充之前那期的不足之处 说到李光涛先生篡改史料的部分 我引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满文老党》进行比对 这个其实不太好 因为他用的是精良翻译的出版《满文老党》 所以文字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那么这一次我就用精良版本的《满文老党》 查到这封书信 上面写的是 对照精良版的《满文老党》我们可以发现 李光涛引述的《满文老党》少了两句非常关键的话 即《且令冲兵》《轮战陷阵》 李光涛把这两句话抽掉 整段话的意思就成了 《满文龙》在截杀这些投奔他的难民 而加上这两句 就是《满文龙》把投奔他的难民 编为军队与后军作战 李光涛通过裁剪史料 给《满文龙》编织了一个残杀难民的罪名 这种行为如果不是篡改史料 我请问什么是篡改史料 然而李光涛这篇论文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些 今天我们就再讲两个 一是自相矛盾混淆是非 二是选择性的引用史料 比如第417页 讲的是《满文龙》一阵问题 李光涛引用《封城侯》李成作的奏书 其中说铁山难民有七八十万人 一阵空有不便 李光涛对此评论说 此虚张铁山辽民七八十万 不外恐吓朝廷停止一阵之意 其目的在于 使朝鲜为齐祸 贾文龙为赤制 以引起自辩之私也 这块引的还是燕明泰的话 妈的 晦气 其实这也无所谓 李成作的说法我也不相信 李光涛先生不信也就不信呗 你倒是贯彻下去啊 那可不 424页 讲到天启七年丁卯之意的时候 李光涛引原重换提本 说八旗攻破铁山杀辽人无算 毛文龙逃窜皮岛掩败为攻 在这个基础上 李光涛居然结合了他之前 不相信的李成作奏书 说铁山辽民据李成作长称 共集七八十万 此七八十万之众 愿为求生而来者 竟皆因文龙之意逃而尽遭屠戮 即辽省之县 广宁之时 何而济之 亦无如此之惨也 等等 你前面不是说 李成作七八十万的说法是虚张吗 这个数据用来反对一阵的时候 你就不信 用来论证毛文龙败退损失的时候 你就信了 其实 关于铁山民的数量 在天启七年是绝不可能有七八十万的 天启五年五月的时候 毛文龙为防止后经大举来犯 就已经开始把铁山的百姓 迁往云从岛了 根据登来巡抚五之望的奏书 天启五年十二月 天息全部完成 铁山之地遂空矣 而到了天启七年 可能会回流一部分 因为后经毕竟没有打来 但不可能全部都回去 如果都回去 那成啥了 天启五年十二月 把老百姓从铁山迁到云从 天启七年 再从云从迁回铁山 脑子有坑是吧 折腾人玩 李光涛先生在一阵问题上 前面是不相信 七八十万人的说法 可一转眼 为了夸大毛文龙的损失 佐证原重患的体本 他好像 马上就把自己说过的话给忘了 居然又踩信了 七八十万人的说法 这如果不是自相矛盾 混淆是非 那还有什么是自相矛盾 混淆是非 这是其一 我们再来看选择性引用的问题 之前说过 这篇论文最大的亮点在于 大量的引用了朝鲜史料 然而 在李光涛先生反驳 毛文龙哭穷的奏书时 引用的却不是朝鲜史料 而是日本学者 道业君山的清朝全史 比如这一段 李光涛对此点评到 在毗岛一两银子可以买八蛋米 而在山东登州 三钱才能买八斗 也就是三两才能买八蛋米啊 毗岛的米价竟比登州还低 则岛中之富足可知 因而毛文龙所说 百物腾贵 不足为信 可为啥 您这块非要用日本人写的清朝全史呢 朝鲜史料不是用得挺熟的吗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这有什么呀 有出处就行啊 可问题是 清朝全史出版于1914年 它肯定不是史料的源头啊 书中内容必然引自别的一手史料 那么引用的是哪本史料呢 找来找去 巧了 居然是续杂录 这是朝鲜史料 是李光涛先生最喜欢最宝贝的东西 在清入关前史料选集3的第348页 你就能找到这本续杂录 在第349页 就能发现这样一段记载 我把这两段文字放在一起 哎呀 太香了 一看就是清孙子 清朝全史都不用著名出处 它明显是隐序杂录的记载 这就很有意思了 你李光涛先生 把朝鲜史料运用得如此纯熟 乱中杂录这种入门级别的朝鲜史料 难道没有看过吗 放这一首史料不用 为何偏偏要用日本人的转述呢 其各种缘由 便在这两段话之中 我有劳各位 慧眼诗珠 仔细观察这两段话 看看有什么比较大的出入没有 大家如果没看仔细 可以暂停一下 看仔细的话 那我就直接说了 清朝全史写的是 秋冬之间 米八蛋只银一两 即一两银子可以买八蛋米 而续杂录的原文则是 米价秋冬间 银一两 米一虎 容五斗 我斗则八斗 即一两银子可以买米一虎 也就是明制的五斗 朝鲜制的八斗 也就是说 要二两银子才能买一蛋米 这和清朝全史说的 一两银子买八蛋米相比 贵了整整十六倍 如各位所见 清朝全史在引述续杂录的过程中 出现了非常低级的错误 所以无怪乎李光涛要用清朝全史转述的续杂录 而不能直接用续杂录的原文 毛文龙说自己孤悬疲导 物资缺乏 士兵吃不饱饭 从而希望朝廷增加良想 如果用续杂录 这要求就很合理啊 而李光涛先生为了论证 毛文龙一直在说谎 欺骗朝廷 所以他必须要引清朝全史的记载 即一两银子可以在皮岛买到八蛋米 这个物价实在太便宜 便宜到什么地步 三朝辽氏实录记载 太昌帝刚登基的时候 也就是1620年 辽东米价涨到了四两银子 只能买一蛋米 所以一两银子买八蛋米什么概念 整整便宜了三十二倍 由此李光涛先生 以这则便宜了三十二倍的物价实料 作为证据 来论证毛文龙说假话 然而翻阅续杂录 我们可以知道 这恰恰证明 毛文龙所言不虚 那为啥 清朝全史引续杂录 引出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坦白说 我也搞不明白 我只能提供一些信息 给各位自行判断了 让我们先把中文版的清朝全史扔了 看看人家原文是如何写的 在日本国会图书馆线上网站 你能找到清朝全史的日文版 找到这一句 放到翻译软件 翻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 嗯 日文版写的也是一两银子买八斗米 书籍翻译成中文 就神奇地变成了一两银子买八蛋米 而且日文版写的就是汉字的斗 我寻思 这怎么能翻译成丹呢 我就算不懂日文 我也知道不能这么翻 谁翻译的这玩意儿 你要是官和宫混淆了 素和利混淆了 我都能理解 斗和淡 连字形都不同 这样的错误不但没有人发现 居然还恰好被一位精通朝鲜史料的历史学家 直接引用了 看到这么劲爆的史料 作为学者第一时间难道不应该是去搜寻一手史料查证吗 一两银子买八蛋米 产粮区的粮食都不可能这么便宜 千里迢迢迢到皮岛 还得付脚架运费雇沙号船水手 海运过程中还有大量的漂沫损耗 怎么可能会这么便宜呢 而且我最后还要骂一下这个翻译 一个翻译得眼镯成什么样 才能出现这种错误 这种恰好能用来作为毛文龙罪证的错误 而这个错误又恰好被人拿来大做文章了 这里头的门路 我看不懂 只觉背后发凉 这种恰好能用来作为毛文龙罪证的错误 也论了 为毛文龙罪证的错误